有网友提问 我跟我老婆结婚三年 现在小孩也已经两岁 本来日子一直过得挺好的 但是今年 她总是因为我的工资比她低 跟我找茬吵架 现在她突然跟我说 这几年她一直都是将就着过来 说我俩根本就不合适 要离婚 那么我该怎么去挽留她 如果一个女人只是单纯的 因为你收入低 就要跟你离婚 那么当初她不会选择 因为一个男人对于事业的欲望和趋势 是显而易见的 更何况你们结婚三年 还正处于新婚 孩子也顺利降生 应该是彼此最幸福的时候 所以在我看来 她要离婚的原因 不是因为你收入低 应该是有其他的原因 谢谢大家